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呢来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观念 就是功与能的关系 我们知道宇宙之间 这个都是透过做功的关系呢 来转换能量 我们举一个非常常见到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发电机呢 它是透过一个做功的关系 把这个机械人呢 转换成电人 这种机械装置呢 我们就称之为发电机 那马达它的操作模式呢 刚好跟发电机是相反的 马达的操作模式呢 它是把电人呢 转换成机械人 但是当能量跟能量之间 产生转换关系的时候 一定要透过做功的关系来转换 所以我们下面呢 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功的定义 就是你如何判定这个系统呢 这个外力呢 对系统到底有没有产生做功的关系 那它的条件总共有两个 第一个 这个系统呢 确实有受到外力的作用 那第二个条件呢 它还产生了移动的现象 就是它产生了位移 当这两个条件 如果同时在成立的时候 就代表呢 这个外力呢 对系统做了功了 那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如何来计算这个外力呢 对系统所做的功 到底做工作做了多少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公式呢 来计算 外力呢 跟这个 它的位移的成绩 那再乘上 它们两个夹角的 宇弦函数值 就是coscita 那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力越大的时候 或者说它产生的这个 位移呢 也越大的时候呢 就代表呢 这个外力呢 对系统所做的功能就越多 就越多 但是中间呢 因为牵扯到这个角度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功能 分成三大类 我们看第一大类 那这三大类的区分呢 决定在于这个力跟位移的夹角 那假设这个力呢 是往这个方向 那当然呢 它这个移动的方向 也是往右边 那这时候的夹角呢 就是零度 那只要这个夹角呢 在这个范围之内 在90度的范围之内 不含90度 只要这个力 跟移动的方向的夹角呢 在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外力呢 对系统所做的功呢 就是正功 那做正功所产生的影响呢 会让它加速 就是它的速度呢 会变快 那接着呢 假设这个作用力 跟它移动的方向 是垂直的 我们用一个垂直力 给它 可是呢 这个系统呢 仍旧是往右边移动 那因为这个时候的夹角呢 是90度 那因为我们知道 cos的90度呢 等于零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代表这个外力呢 对系统 虽然是有做功 但是所做的功呢 因为它等于零 所以就等于是 不做功的情况呢 是一样 那最明显的例子呢 就是像等速率的 圆周运动 好 因为这时候 它有一个向心力 而这个向心力呢 永远跟它运动的方向呢 产生一个垂直的关系 这是为什么 它是等速率的原因 接着呢 我们来看第三种情形 就是当这个力呢 跟它位置的夹角 如果超过90度的时候 它还是往右边移动 但是呢 这个力呢 是往这个方向 所以它们的夹角呢 超过了90度 那这时候呢 就代表这个外力呢 对系统做的功呢 是一个复功 那做复功的影响呢 就是造成它减速 所以摩擦力呢 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因为摩擦力 它的方向呢 永远跟它运动的方向呢 是相反的 所以它们的夹角是180度 所以我们利用摩擦力呢 来减速 就可以达到一个 最好的效果 那有关功的观念的介绍呢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